来到外面 韩丽的目光一扫四周啊 这眉头不禁皱了起来 在这大虚秘境之中 他的神识之力起不到太多的作用 便只能仔细探查四周天地中残留的一些波动 来判断杀新那帮人到底去了哪里 然而时间间隔有些太久 虚空中残留的痕迹啊 已经太过于散乱稀疏 他也只能大概挑了个方向 身形一跃而起 朝着那边啊追了过去 如今韩丽的身上好似充满了一股使不完的力量 举手投足之间 他有些不太适应 一身的力道没办法运转自如 总是呢会在不经意间带着一阵暴鸣之声 几个吐起胡落 他的身影啊就已经远顿而去 沿途所见仍是大片大片的建筑废墟 残垣断壁满目疮疑 韩丽心念 那被换作小子的黑沙女子 也根本无暇呀再去探查这些地方 只是一路的紧追不舍 三天之后 韩丽来到了一片废弃的园林 里面游廊环绕 分布着一座座形态各异 大小不一的假山 面积颇为宽广 他沿着园林游廊向前赶路的时候 忽然听到左侧前方似乎有阵阵的冰刃 骄机之声传来 当中还夹杂着一些颇为熟悉的骄斥 韩丽眉头一皱 压下一身星辰之力波动 没有跃身而起 而是小心地前行了过去 出了园林 又向前行了石树里 经过一片拥挤的废墟之后 他来到了一座 直径有数万丈大的巨大地线深坑外 他抖在一面 崩毁一般的青石隐蔽之后 朝着下方打亮过去 只见深坑之中啊 轰鸣声不断 一名身着骨铠的白衣女子 一手握着一道白色骨鞭 一手提着一杆白色的骨枪 身形在深坑底部上下翻飞 手腕凝转之际 骨鞭如同火舞般 肆意地扭动 不断披打向身外 一名手持战刀的黑甲男子 编影落出 白光极闪当中 便有声声惊雷乍响 激得虚空震荡不已 果然是他 韩丽安道一声 那白衣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古千寻 而正与他交战之人呢 则正是大皇子 十斩风 他的身上不知何时 换上了一套紫色的魔甲 上面紫光大作 以甲咒硬撼着古千寻的长边 完全承受住了其所带来的攻击 手上还握着一把白骨战刀 不断向着古千寻破进 古千寻小腹处有三处血洞 鲜血已经将下身的衣裙染出斑驳的血痕 看起来啊 就好似一片片梅花绽放在雪地之中 可以看出来 他已经明显落入下风了 战败也不过是时间问题了 韩丽的目光偏移 发现距离两人不远处的地面上啊 正躺着一具女子的尸体 其身材娇小 体态婀娜 胸口处炸开了一个血洞 那却正是之前 跟随着十斩风的那名柔美女子 这时候就听到 沧浪浪浪浪 一阵响动 古千寻的长边 卷住了十斩风手中的长刀 尖端处如灵蛇土信般 直刺在十斩风的面门 十斩风向后一退 长刀猛的一拽 刀身上古边立刻收紧 他口中发出一声爆喝 手中长刀 心跳光芒大亮 一股强横无比的星辰之力 骤然爆发开来 一连串 暴鸣之声响起 白色古边寸寸断裂 刺散炸开来 古千寻被其中卷起的气静冲击 小腹上伤势骤然加重 晾腔着朝后倒退了一步 十斩风却已经提刀赶了上来 势大力沉地朝他纵劈而下 古千寻脸色苍白啊 一手横握骨枪朝着上方 格挡开去 把这战刀撞在了一起 一股距离轻扎而下 黑石铺就的地面轰然碎裂 古千寻骑着膝盖以下 双腿完全陷了下去 口中鲜血之勇 脸色煞白 浑身颤抖 十斩风 一刀挑掉了他的骨枪 横刀在他脖梗上 面色狠立地发问 是谁指使你偷袭于我 古千寻目光有些恍惚 看了一眼远处的那具尸体 心里有些可惜 方才若不是此女不惜性命啊 替石斩风挡了一击 原本他是有机会杀了他的 古千寻深吸一口气 缓缓地开口 要杀便杀 都问何意 千寂殿那边还等着我呢 没工夫在你这磨蹭 既然你一心求死 我就成全你 石斩风冷笑一声 手中长刀一抬 做事就要朝他头上砍去 这个时候就听到 回到破功声响起 一团火球暴射而至 哐朗朗一声 打在石斩风的长刀上 力道之大简直匪夷所思 直接把石斩风打得一个亮脚 他撇了一眼古刀上的印记 发现呢 竟是一块已经烧红融化了的石头 正顺着刀身 缓缓地向下流淌 他连忙扭头朝远处望了望 看到一个高大人影 手里正拿着三四块 核头大小的石块 一上一下 一抛一接 缓步朝着这边走着过来 在看清秦面容之后 石斩风不禁神色一变 是你 五千寻神色复杂 难难道 一道有 大殿下 别来无恙啊 韩丽嘴角擒着笑意 风轻云淡地走来 石斩风看着眼前的韩丽 眼睛不禁微微一眯 心中啊 升起一丝异样之感 总觉得眼前这个人 和他印象里 似乎又有些不同了 他皱了皱没问到 怎么 力道友要插手 我与他的私愿 韩丽的脚下 不然 不乏不停 淡淡地说道 他和你有没有私愿 我不知道 但是 我和他还是有些要事要谈 请大殿下回避一二 呵呵 凡事得讲个先来后道吧 等我和他的私愿处理完 你再跟他好好谈谈吧 石斩风讥笑一声 手腕再次一转 刀势更加凌厉 再度朝着古千寻的后脑处 削了过去 韩丽目光一闪 掌心灿烂的白光亮起 手指一搓之下 手中普通的石块 瞬间变得火红 他手腕一抖 掌心中就有一声轻微的雷鸣声响起 继而又是一道悠长的破空声 只见四块火红的碎石脱手而出 化作四道互相纠缠的火红弧线 瞬间飞至石斩风的面前 两枚直接打中其手中的战刀 另外两枚呢 在分别飞向他的丹田和心口 石斩风悚然一惊 手中长刀猛的一提 连忙护在身前 打向战刀的两枚火石落空而去 打向石斩风身躯的两枚火石啊 则落在了战刀之上 两声爆鸣声响起 白色鼓刀骤然一震 撞击在了石斩风的胸膛上 将其连人带刀 打退出近百丈 双腿如梨一般 在地上划出两刀 深深的沟壑 稳住身形之后 石斩风瞥了一眼 刀身上浮现出的两刀明显裂痕 眉头拧成了一团 割得 他顿了顿 神色恢复自然 微微一笑开口说道 看来力道友 在这大虚之中又有机缘 还真是让人羡慕 罢了罢了 既然你执意要救他 我就卖你个面子 石斩风话音刚落 手中的白骨战刀 就咔的一声 断成两截 接着神色自若地 随手把刀柄扔掉 抛下一句 山高水长 咱们后会有期 身形就长绿而起 朝着远方跃身而去 快消失在视线的尽头 韩丽任由他离去 没有阻拦 转身朝古千寻缓步地走来 古千寻呢 望着韩丽渐渐走近的身影啊 面色一阵阴晴变化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韩丽瞥了他一眼说道 手上的东西可以松开了 没必要跟我预示区分吧 古千寻文言呢 整个人身子一松 看起来倒是恢复一些力气 他把手中一枚白色玉 收入袖中 向后一倒 瘫坐下来 用手拽着缓缓 把两只小腿从地下 拔了出来 古千寻寻出一枚寿丹浮现 开口问道 你我之前已经反目 为何要出手救我 韩丽 见他伤势虽重 却无生命危险 缓缓地说道 先前遇到六花夫人 她已经帮我解除了 黑结虫之患 此番出手救你 也算是偿还了她的恩情 你见到她了 她怎么样 她很好 之前被恶快带走了 或许是去了 圣海所在的地方 古千寻听霸神色一缓 稍稍安安下了心 韩丽又问 你究竟是什么人 古千寻略以犹豫 答道 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没错 我的确是三皇子 留在机灵空境中的棋子 当年若非她安排庇护 我早已经跟随母亲一起 死在了杜青阳的手下 而能够成长至今 并最终报了母仇 也都是败她所赐 所以这次 她命我除掉大皇子 和十三皇子 我也不能不遵从 以前 我倒是真的眼拙了 没能看出来 韩丽文言呢 想起往日与三皇子 石破空见面时候的 种种细节 实在挑不出太多毛病 忍不住叹息 古千寻以为 韩丽说的是自己 脸上露出一抹苦笑神色 说道 若是可以 我是真的不愿意 与你为敌 韩丽文言 醋眉说道 大皇子随你去杀 不要的时候 我出手帮你 都不是问题 可日后你若是 再对石穿空出手 就别怪我 不念旧情 对你下手了 古千寻听吧 目光复杂 半天没有言语 等了这许久 石展风应该 不会去而复返 你好自为之吧 韩丽说吧 从他身旁跨过 身形一跃 直入高空 朝着远方 落了下去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